该名被美洲师袭击的七岁男童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 异数事件经过 事发于星期三晚 位于温哥华岛的一个露营地区 当时男童刚刚与营地吃完午餐 便跟随父亲到河边洗手 以至美洲师突然扑出 并向他袭击 他的父亲马上以石头 重击美洲师的头部 他父亲的女友 也同时以尖锅敲打美洲师 最后成功将他击退 男童的尖部及背部被抓伤 被送到医院进行手术 见证康复之中 而温哥华岛的保育人员 利用猎犬追踪到美洲师 并已经将他杀死 虽然男童遇袭 不过他表示 仍然会继续去露营 他还教其他小朋友 万一遇到相同情况出现 可以怎样做 不过他就叫做帮助 然后叫他们父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